是这样来 所以我们有两套体系 那前面已经很完善 为什么还要有这一套 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介绍清楚 我们再来做一个解说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我们说推断体伤跟热能不足程度 可不可以分辨疾病的轻重 可以 所以我们要分辨轻重 就是从体伤跟热能不足程度 这里推断下来 然后来分辨轻重症 然后还要分辨轻重症的什么 好转移恶化 然后这两个都可以决定治疗原则 这两个都可以 也就是分辨轻重症 我就可以知道 我应该先按推 还是先温敷了 然后好转移恶化 看他的表现病情的演变 我也知道 接下来我应该是先按推 还是先温敷 所以这些轻重 还有好坏 都可以决定你的什么 治疗原则 那我们现在就是 要来细部的讲 怎么从体伤跟热能不足程度 来推断疾病的轻重 还有决定他们的治疗原则 好 我们开始来看 一 病症属局部且位于四肢 如臀痛 腿痛 吸痛 怀痛 肩痛 肩痛 臂痛 肘痛 腕痛等 若发作次数很少 时间短暂 则属轻症 因为病症陷于局部且很少发作 表示体伤轻微影响热能甚少 且病症在四肢无危险性故属轻症 好 你看这一段 我们要知道他轻症 要不要变体伤跟热能不足 要不要 有啊这里已经讲了 因为他局部而且发作很少 对不对 所以他体伤轻微热能也不严重嘛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属轻的嘛 而且他又在四肢不是在头身又没有危险性 所以有了这三个特征 我们才称为清诊 所以是不是从观察症状啊 跟体力表现然后来推断 体伤跟热能不足啊 然后再分辨怎么样 疾病轻重 有没有 这一条是不是有这样把它显现出来了 哎 这就是一个诊断的过程啊 好 这里都还是属诊断 好 那反过来说 重症就是 第一个 它不是局部的 而且它发作很频繁的 持久的 然后它不是在四肢 它是在头身 那有这些现象 我们就可以称为重症 好 那我们来念第二项 二 症状属多处且位于头身 如头痛 呕吐或口窗 胸闷 咳嗽或腹痛 便秘等 若发作频繁或时间持久 则属重症 因为症状多处且发作频繁或持久 表示体伤严重 影响热能甚至 且症状又在头身有危险性 故属重症 好 这里也是 是不是有关系到体伤热能的分辨 有啊 因为这些发作频繁就知道 它消耗热能很多嘛 对不对 那体伤比较严重嘛 而且又多处嘛 好 是这样来 然后又在头身 又更危险了 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列为更危险 所以就成为有这三项就是重症 好 那介于轻症跟重症之间的 又怎么来分呢 我们来看下一页 三 盖尔言之 疾病之轻重 即近于轻重之间的研判 可从症状发作之范围 局部或多处 部位 四肢或头身 即时间 久站与频率 与轻症者相比即可 若三项全同 则属轻症 若其中有两项相同 则属轻偏重 若即有一项相同 则属重偏轻 若三项全部不同 则属重症 为什么要分轻重症 前面已经讲 分轻重症就准备要怎么样 治疗啦 你不分还不行 你要了解这个轻重症 你才能治疗 好 那怎么变呢 这一条它其实很简单 我用举例的应该大家比较容易清楚 比如我头痛 然后我头痛两三天痛一次 那每次发作的时间三五分钟就过去 那这个是什么 你看我们来分析 如果说我是轻症 但是轻症是在四肢 我是在头身 不一样啰 对不对 然后但是我发作不频繁啊 而且也是局部的啊 这两项又跟轻症一样啊 所以有一项不同 两项相同 那有两项相同是属于什么 你们看 有两项相同则属什么 轻偏重 轻偏重 所以我这个病还是轻症啦 比轻症严重一点点而已啦 这个就没有什么危险性 好 那万一我的头痛剧烈 发作频繁 但是我是局部还是多处 局部 局部是属轻症这一项相同 其他呢发作频繁跟轻症也不同 长在头身也不同 所以只有局部是相同的 对不对 所以只有一项相同 则属什么 重偏轻 但万一我头痛又剧烈 又咳嗽又变成多处了 那这个三项全部不同了 对不对 这时候就属于什么 重重症 这时候就属重症 那我们从轻症到重症 我相信你们已经清楚了 那我们准备下一步了 已经知道轻重症 那我们就要决定治疗原则了 对不对 然后还要注意他的病情好转与恶化 就进一步再来深入了 好 那我们看下面 由于轻重症主因是体伤 表示热能不足还未严重 所以除体表组织受损之外 处理上先以按推原始痛点为主 后以外内热源为辅 研判轻重症的好转与恶化 首先观察是否有体力虚弱病症 其次观察症状是否更严重 疾病轻症到重症 它的阴还是什么 主阴还是什么 体伤 所以既然是体伤 已经很明确喔 刚刚这些辩症 都还是属于按推的范围喔 因为它以体伤为主喔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轻症也是按推 重症也是按推 但是这里有提出一个 但除了什么之外 体表组织受损之外 如果有状的组织受损 有没有 那这个就应该要怎么样 温敷了喔 好 那 那这里已经讲清楚 你分出疾病的轻症 轻偏重 重偏轻到重症 其实都是以按推为主啦 除了有状的组织受损 排除外 都是按推为主 那这样治疗原则是不是决定了 所以你分疾病的轻重 是不是可以治疗了 是的 然后现在要谈的就是 我们进一步再来研究 这些轻重症 它的按推之后的好转移恶化 了解吗 看是有好还是坏 那要观察两项 首先是观察怎么样 有没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你看轻重症 有没有体力虚弱 没有 轻重症绝对没有体力虚弱 一有体力虚弱就叫重病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像行动迟缓无力啦 异常疲惫 只要有出现这个 我们还能按推吗 那当然不行 所以前面说他能按推 一定不是属于怎么样 重病患者 重病我们等一下会讲 所以只要有病症的体力虚弱 这些我们不可能先按推 那很显然 如果有病症的体力虚弱出现 你按完 他有病症的体力虚弱一出现 那这个是热能不足哦 那是加重哦 一定要立即让患者怎么样 休息 但有些是正常反应 因为按完会累一点 你温敷了 他就恢复了 是这样来 那所以第一个你要观察 有没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首先观察是否有体力虚弱的病 只要一出现就属恶化 然后还有什么 观察症状本身 是否更为严重 如果症状越来越严重 那当然也是恶化 比如从轻症到重症 那当然就是恶化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于此两者中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 则属恶化 反之 若两者皆否 则属持平或好转 轻重症患者如果病情恶化 即表示体伤与热能不足更严重 其因多有医术不够高明所致 医者必须辨明病情轻重好坏 用诸善缘从因解除症状 好 那如果恶化呢 我这里提出 其因多有什么 医术不够高明所致 那谁要负大部分责任 医者也就是这些病照理是容易治疗 从轻症到重症是很容易治疗 但竟然治不好 那谁的责任 不是患者啊 比如说我一根指头痛 那医医生把我医了一两个月也医不好 谁的责任 当然医生的责任 他只要懂原始点这里揉几下不就好了吗 还让你痛两个月 像昨天我放的足底痛 他竟然找西医找了十年 医不好 那是谁的责任 难道是患者的责任吗 不是吧 应该是谁的责任 医术不够高明所致啊 本来我是说 医师的责任怕得罪了他们 所以我用词很那个 我特别挑医术不够高明 他们应该这样不会反对我说的 难道他们医不好 还可以自己称医术高明吗 那当然不可以 所以我就是用这个词句啦 也比较中性一点 所以像这种病在我看法都很简单 只要按推然后懂得稍微温敷 轻症到重症都可以好 但是他医不好真的是 医学真的出了问题了 才会这样 所以我是用这样带过 然后这时候谁要反思 当然医者要反思啦 要怎么反思 他必须要懂得疾病轻重 还有好转与恶化怎么辨别 那官会辨别还要怎么样 用诸善言啦 他要懂得找到对的开关耶 还要懂得怎么样 外内乐园的使用 那这样就可以怎么样 从因解除症状 这个医师要好好的努力啊 他自己一定要负一些责任 就是自己要想办法 让他的医术提升啦 那这一句我是轻描淡写学过 这里隐含着很多 你看我们的医术 其实到轻到重症在我看法 这个是必然要好的 因为他体力还很好 他本身就有自愈力跟修复力 你只要给他对的方法 他肯定会好 但这样还不会好 那真的 医术上还有精进的空间 我就这样提出来 好那这个轻重症的辨别 你一辨出来你就知道怎么治疗 那也知道病情好转与恶化 我随着责任比较大 那我们应该从哪里有努力的空间 来让患者好 这里也都讲得很清楚 是吧 那我们进一步再来讲 如果进一步恶化轻重症 到了病症体力虚弱 那又是另外一方光景 我们来看下面 这里要分辨重病 什么是重病 重病就是有别于前面的轻症到重症 它是进一步更恶化 就是它已经到重病 重病的第一个必要的条件 就是体力虚弱病症出现 只要有一有这样的病症 就可以确定重病 哪怕只有一项 为什么我要求那么严格 因为它牵扯到热人 因为代表热人严重不足 那热人严重不足会不会 威胁生命会 所以我说原始点 第一个治病的最高原则是保命 绝对不能闹人命 因为一闹人命 你们就毁了 所以就是用最高标准 只要有体力虚弱病症出现 我们都提高警觉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里就 只要有体力虚弱 通通是属重病了 就为什么要定的这么严格 就是我们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了解我的意思 好 那重病如果医不好 就会产生下面的现象 二 重病若又出现体力下滑 愈来愈弱 表示热能严重耗损 显向已现 虽没有立即生死之余 但短期恐难以恢复 三 重病若已恶化到食不下 暴瘦 全身无力 身体水肿等 体力急速下降的病症出现 即表示热能即将耗尽 命危已现 这里症状 前面轻症到重症 我只能告诉各位 没有生命危险 所以为什么患者 你看足底痛他可以痛十年 也不会死 只是说活得有一点 比较不舒服而已啦 生活品质下降 但这里不是喔 越往下 生命就越怎么样脆弱 越垂危了喔 好 如果重病 又出现体力越来越下降的时候 你几乎就可以确定了 这个时候已经热能严重耗损了 险相已现 也就是危险 信号已经出来了 险相已现如果以现有的医疗 大概就是要住院观察啦 已经到这样严重啦 好那虽然不会立刻死 但短期也恢复不了 到了下一步 你 显相已现又没有处理好 然后继续恶化到怎么样 吃也吃不下 然后突然间 暴瘦 你看癌痞的患者 常常是这样 不想吃了 然后突然间暴瘦 你就知道严重热能不足 那本来是行动辞缓无力 现在变成怎么样 全身无力了 然后躺在床上也不想下床啦 类似这样 然后我刚刚又有讲 只要水肿一出现就代表什么 危险信号 然后身体又有水肿耶 不是四肢哦 你身体都有水肿 那这种危险信号 那这个几乎已经可以确定 体力急速下降 命违已现 这个时候命违啦 会挂掉了 前面是不会挂掉 这个会不会挂 已经会了 这个要小心啦 如果再处理不好 人就那个了了 所以我们把重病的 整个等级也分出来 所以第一个我们标题 我们说分辨重病有没有 分辨重病 只要有体力虚弱就是重病 然后极其什么 轻重好坏 已决定治疗原则 那如果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的治疗原则 应该要怎么用 怎么态度来处理 好 我们来看下面 由于重病主因 是热能严重不足 所以处理上 先以外内热源为主 后以按推 原始痛点为辅 不言而喻 治病最重要的目的 是为了保命 其次才是解除症状 而热能正是维持生命的主要因素 重病的主因 跟轻重症的主因有没有一样 轻重症的主因是什么 体伤啊 那这里重病的主因是什么 热能严重不足 一个不会有生命威胁 只是活的品质不好 一个是已经威胁到生命了 到重病就要小心了 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里主因是 严重热能不足 所以处理上 两个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哦原来到重病的时候 我们的处理方式是先怎么样 外内热源为主 后才按推为辅 按推原始痛点为辅 那这样就分出来了 为什么要这样 这下面就是解释 因为治病 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其次才是什么 解除症状嘛 那热能是正式维持生命的主要因素嘛 所以当然就是看热能哦 他热能已经严重不足了 你们是不是治病 首要的目的是先保命 还是先解决症状 有没有人不要命 只要症状好就好 有这样的人先举手我看一下 只要症状好 命没有了没关系的 那治病先把命保住 再来谈症状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那我们的想法就一样 但是你们举手常常言不由衷 为什么这样说 我常常看很多癌症的患者 长了肿瘤 他去医师那里 医师说要割哦 但是割可能会那个了哦 所以要签怎么样 签名哦签字哦对不对 不签我不割哦 你们签不签 不签 才怪 十个气九个签 我跟你讲真的 只有一个敢勇于对抗医学 逃出来的 但是大部分人哦就被割了 那割了 医生已经当场就表明了 你签字的意思就是 我不能 不保证我割完之后你能走着出去哦 很可能躺着出去哦 是吗 是 你躺着出去你要告他也告不已 所以化疗也是 化疗他看你很危险 他也会叫你签字 一样的道理为什么 他也明则告诉你 我只负责 签名的意思就是 医师已经很明确告诉你 我只负责你的症状 你的异常 但不负责你生命能保得住 你签这个意思就是 我不保命 但是我绝对可以把你的症状 比如说你的异常把它解决 这个他可以保证 所以当你 你看很多患者手术完了 肿瘤没有了 结果隔几天就挂了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那医生会怎么说你知道吗 如果你家属有时候会有纠纷啊 会去跟他们吵 他常常讲的结论就是 我手术成功 只是病人走了 他讲的没有错啊 你来是要处理肿瘤 我也真的把你挖干净了 只是病人走了 但是你有签字啊 我不负责你能活着出去啊 这个大家都有签约在先嘛 你不能怪我 那有些化疗也是啊 因为我在安宁病房待了太久 他们的纠纷我遇过很多 就是患者最后虽然家属 那个都有签名 但是还是明明体力不错 那为什么化疗一段时间就挂了呢 你看有些化疗就是 你五公分然后化疗化疗 到一公分 这时候患者已经经过几个月 的读素之后 患者已经怎么样 呼吸困难了 然后生命已经命在淡行 但医生还是拿那个影片给他看 你看啊 你虽然现在 已经身体那么痛苦 但是症状真的改善 你看那个异常啊 肿瘤已经变小了 那患者是应该笑还是哭 没有大部分都还微笑了 已经很痛苦还勉强 急出一丝丝的微笑 还说 医师我真的很感谢你 然后明天就挂了 有没有这样 我都看过啊 那如果照医师讲 我化疗成功 只是病人走了 我也没办法 是这样 所以 你要了解现在医学的状况 医学只负责处理你的异常 而不负责 你能够命能活下来 那如果照你们刚刚讲的 你们是要命还是要肿瘤好 要命 当然要命好啊 但现在人如果签字 那个 怎么会去签那个字 那个签的就是 告诉医师怎么样 你尽管来吧 你用什么手段 我都愿意接受 我 你可以用不择手段 只要把我肿瘤干掉就好 我死了都不会找你 签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你签的人怪谁呢 所以 这个是你们要做决定的时候 一定要分清楚 好 那如果你们是保命为主 那我们就有共同的话题啦 对不对 那保命当然是以热人喔 对不对